迪士尼真人版電影《花木蘭》 部分場景在新疆拍攝 並在片尾名借已經被美國列入制裁實體清單的 新疆吐露凡公安局和新疆自治區、黨委宣傳部等 中共公安和宣傳機構再到野來巨大爭議 當地時間9月11日 包括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在內的 美國19名跨黨派參眾議員聯名發表公開信 表示對迪士尼公開地和在新疆實施和掩蓋侵害人權暴行的機構合作 深感憂慮 要求迪士尼總裁查佩克作出解釋 以吐露凡公安局因為侵犯和踐踏新疆為吾爾族人權 在2019年10月 被美國商務部列入違反美國外交政策利益的實體清單 迪士尼罔顧新疆人權狀況和美國制裁 在新疆拍攝電影《花毛達》並公開明借侵害人權機構 美國參議員對此發出聯名公開信 並在信中提出十大質問 而該公開信引述迪士尼2018年的社會責任報告 迪士尼宣稱 我們相信社會責任是一項長期投資 可以促進我們的營運 增進市場競爭力 加強風險管理 同時可以吸引人才 維護企業聲譽 議員在上尾質問 我們希望充分了解 迪士尼在中國展開的各項活動中 如何履行這項社會承諾 迪士尼對這封公開信尚未作出回應 任何回應 議員在場所提供的 支持者尼在中國展開的 議員在國家 今所提供的 訂購的 制組織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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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